上两个星期我们经过了AI时代最巅峰的两个星期 那是有史以来在AI的领域内 有最大还有最多AI消息公布的一段时间 可是俗语也说 好景不常在 现在顶级AI技术的研究立马喊停 无论是科技巨头 或者在AI领域的科学家 都担心AI将会带来人类一个很大的灾难 所以他们纷纷也签了一个协议 要停止全部厉害过GP4的研究 这份协议真正是冲着OpenAI来的 它出的大型语言模型实在是太强大了 这个人工智能将会给人带来一个很大的麻烦 在这个影片还没开始之前 别忘记先点个赞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给你带来价值 记得点个订阅打开小铃铛 因为在未来我将会发更多类似的视频 我将会时时带你更新AI的最新消息 让你不再错过一个任何的AI风口或者AI工具 好了废话不多说 我们立马进入今天的报道 这封信是关于停止全部AI技术的研究 而这封信是写给各个AI领域的巨头 AI的技术需要停止6个月 不能再出任何厉害过GVT4的大型语言模型 这封信本来是英文的 可是为了更容易的解读 我就把它换去中文了 正如广泛的研究所表明那样 具有人类竞争智慧的人工智慧系统 可能会对社会和人类构成声援的风险 他的开头就说了 人工智能它是有存在风险的 而这些并得到顶级AI实验室的认可 不幸的是 这种级别的规划和管理并没有发生 尽管最近这几个月 人工智能实验室陷入一场失控的竞赛 以开发和部署更大的数位思维 没有人甚至他们的创造者能够理解 预测或更可靠的控制 所以这里就是说了 我被AI推出GVT4这个 这样强大的语言模型 就是因为这个语言模型太强大了 连它的创作者都无法驾驭这个技术 不能很好地去理解 或者是很可靠的控制这个技术 当这个人工智能大爆发的时候 那个时候才发现的话 我们根本是手无寸铁了 做什么都不能弥补我们的错误 当代人工智能系统 现在一般任务中变得具有人类竞争力 这表明了人类很多工作都会被人工智能给代替 我们必须择心自问 我们是否该让机器用宣传和不时支持 冲测我们的资讯管道 我们是否应该自动化所有工作 包括令人满意的工作 我们是否应该发展出 可能最终超过并取代我们非人类思维 我们应该冒失对文明控制的风险吧 只有当我们确信 其影响将是积极的 并且风险是可控时 才应该开发强大的人工智能系统 因此我们呼吁所有人工智慧实验室 立即暂停至少6个月的训练 比GPT4更强大的人工智慧系统 这种暂停应该是公开的 而且可审查的 并包括所有关键行为者 如果不能迅速实施这种暂停 各国政府应该介入并实施暂停 所以这一封信 它的立场就很坚定 一定要让比GPT4更厉害的工具暂停6个月 否则的话 就需要政府部门来制止这个行为 所以我说的就是这一封信的大纲了 全部比GPT4更厉害的语言模型 就立马要被停止至少6个月 现在已经有1786个人 签了这份协议 我们看到底有谁签了这份协议 就有我们很熟悉的 Elon Musk SpaceX Tesla 还有Twitter的CEO Steve Core Founder of Apple Almak CEO of Stability AI Aven Sharp Core Founder of Pinterest Chris Larsen Core Founder of Ripper Craig Peters CEO of Getty Image 等等等等之类的大名 都签了这一份协议 因为他们都觉得这个大型语言如果再继续研究的话 可能真的会带来很大的影响 无论是对他们自己品牌 或者是对这个世界也好 而且我找了一下也有好几个人在Google 都签了这一份协议 Nancy Chang Google Research Scientist Daniel Formally Google 还有Nick Brown Google的软件工程师 还有好几个都是来自Google的 所以这份协议不是随随便便谁都可以签的 是一些对AI这个领域有贡献的人 或者是有相当权威的人 才可以去签这份协议 说了这一封信 其实OpenAI自己也有推出一个文章 这个文章是关于AI如何影响人类 AI到底会不会取代人类 或者是有哪一些工作 是现在可以立马被AI取代的 在这一份research article 里面有很详细的解释 这个大型语言模型 如何影响着我们人类的生活 还有未来对我们的职场影响会有多大 我们再往下滑 相信你对这个graph应该不陌生了 GPT 他真的能通过一些世界级的考试 比如GPT 3.5 已经很厉害了 可是GPT 4 他就来得更厉害了 然后这里我们就有一个图表 说明有哪一些工作会完完全全被AI所代替的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不同的职业 就像我们看第三组的人类 数学师他能被GPT 100%的完全代替了 准备税务的职业100%可以被代替 Web and Digital Interface Designer 连创作网页都可以往往全全 给GPT给代替了 还有接下来 Accountants and Auditors 会计时也会被代替 News Analysts, Reporters and Journalists 新闻报导也会被代替 Legal Secretaries and Administrative Assistants Clinical Data Managers Climate Change Policy Analyst 统统都会被代替 都没有一个是少过50%以下的 最少最少在这里我可以看到 66% Public Relations Specialist 公关处理专家 所以我在这里讲的只是冰山一角 如果你想要更加去了解这个 Research Paper 我会把链接留在下面 你就可以很详细的去看这个大型语言模型 也叫做 LLM 它会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 而且你还可以查看 你的职业到底会不会代替哦 其实在推特上 这个消息也闹得沸沸扬扬 在推特我就找到的一个叫做 Gary Marcus 的人 也是 Founder of Robots AI 在他的推特上 他就发言了很多关于这个新闻的资讯 还有他自己的个人看点 在这里我就找到一个非常有看头的回复 这个文章是 Brian Armstrong 写的 他也是 而且他还是 Coinbase 的 Co-Founder 还有总裁 粉丝量达到了120万粉丝 然后他就在这里他就想 把我算在那些认为是一个坏主义的人中 没有专家来裁定这个问题 许多不同的参与者 永远不会同意 委员会和官僚机构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与许多技术一样存在危险 但我们应该继续前进 因为好处大于坏处 思想市场比中央计划带来更好的效果 永远不要恐吓阻止进步 并警惕任何试图控制某些中央权威的人 Coinbase 的总裁他就不同意 完完全全暂停全部 AI 的研究 比如说 GBT 5 然后 Gary Marcus 他就回复了 然后在这里他就嘲讽 Coinbase 的总裁 Coinbase 的 CEO 可能有100万的粉丝 可是这却不会把他的发言变成一个好的发言 如果今天的主角不是 AI 的话 他可以把这个发言放去核武、医疗、航空安全等等之类的课题中 Gary Marcus 他嘲讽的同时也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回应 暗示 AI 的研究需要被暂停的 而且我也找到了他写的一个文章 他有一个很简单的图案和我们说 现在我们面临的是在这里 而我们现在担心的是这个 Agile Risk AI 是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而 Agile 就是 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 这个 Agile 和 AI 有很大的差别 它是比 AI 更厉害的一个智慧 可能它不叫人工智慧了 它是人工智慧在上一层楼我也不懂是什么 所以他就用一张图来跟我们说 我们并不需要担心现在所面临的东西 因为我们要担心的东西是蛮远的 其实在这里他也说 事实上我的信念并没有太大的改变 我仍然不认为大型原模型与超级智慧 或通用人工智慧 Agile 有太大的关心 LLM 大型原模型是通买 Agile 道路上的一个出口 我对二印的设想可能和马斯克不一样 他们似乎要绕围 如果计算机迅速而彻底的自我完善会发生什么 我认为这不是立即性的可能性 所以在他的言论里 我们在担心着一个微乎其微的东西 似乎是不是言之过早 还是我们己人优天 而这些技术将会被一些有心之人拿去做一些坏事 所以归根就底AI的去向 到底它会去好的方面还是去坏的方面 到底它会成为一个更好的工具 还是它会成为一个武器呢 这就取决于使用者用怎样的心态 去使用这一个这样强大的工具 对了就是把这个问题丢回给我们自己 这我们就很奇怪了 为什么最近AI工具不是才闹得沸沸扬扬吗 几乎每隔一天就有好几个AI工具推出出来 可是为什么现在这样突然间又要喊停呢 这肯定跟微软talk不了关系 因为微软在短期内真的推出了很多新的AI工具 而且这些AI工具都是很有革命性的 相对于Google 它就好像一个被抛弃的小孩 一直要赶上这个AI的列车 可是一直都赶不上这个AI列车 微软一直出新品 所以Google它自己也必不得已 把自己的大型语言模型也推出给大众 这个Bart AI是还没成熟的 Google的总裁在自己推出的时候也说了 这个是一个不成熟的技术 就这样把一个还没准备好的产品推出给大众 所以这一次Google也是很支持这个动议 因为当你不能驾驭这个风口 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 抵制这个就是一个人类的本性了 当你有法去超越一个东西的时候 最好的方法就是去抵制 在这封信推出过后 微软的副主席还接受了访问 却宣传微软一系列推出的新AI工具 而组织人也不客气的 就一针尖血 问微软的副主席 对这封信到底有什么看法 AI这个技术真的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影响吗 这个就是微软副主席的回应 他说我们离AGI其实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 现阶段我们所看到的大型语言模型 其实并不可怕 微软到底会不会遵从这个协议呢 还是他会继续研究更多AI新的工具 保住他AI大哥的地位 你又有什么看法呢 留言在下面给我知道 所以说了这么多 其实这一封信到底可不可信 我就不是很确定了 虽然说这一封信有很多大人物 都纷纷签上了名 Elon Musk 马斯克自己本人也签了这个协议 要阻止还没成熟的AI工具推出给大众 可是这一封信到底有没有法律的效力 也可以留言在下面和大家分享一下 到底这封信是不是可靠的 就算签了这封信 你不遵守信里面的内容 那么会有什么后果呢 也是信里面没有说到的东西 所以我就质疑圈的这封信 到底真不真的是会停止6个月 暂停6个月 其实对一个公司来说 真的是会一个很大的影响 ChartGPT跟GPT4相隔多久就推出了 是不是少过半年就推出了 所以这6个月到9个月 是不是会真的停了 这个我们就拭目以待 还有就算你们停了 你觉得中国会停吗 给6个月百度的文心一言 不知道会不会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这些全部都是我自己的猜测 欢迎留言在下面 我们一起来讨论这个课题 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看到这里 你还没点个赞你在干什么 赶紧把那个赞给打去蓝色 如果你觉得我视频给你带来价值 记得点个订阅 打开小铃铛 因为在未来我将会发更多类似的视频 让你试试更新AI的最新消息 就好像今天的这个消息那样 让你也能跟上这个AI时代的脚步 如果要更加进一步去支持这个频道 可以参加这个频道的会员 就点击视频下方的第一个链接 购买我DVD的调色蓝包 帮你一键调售网红照片 可以帮到你调色之余 也可以帮到我更加专注 去创作更多免费的内容 在这个频道给大家观赏 好了我们下次见 拜拜